罗沪口岸可能会在6号重新开放 更多的消息我们连线在香港特区政府总部现场的本台记者陈琴曼 琴曼你好 任任你好 关于罗沪口岸在6号重开的消息 你掌握到哪些最新的安排 好的任任 其实有关罗沪口岸会在6号重开这样的一个消息 在网上已经流传一阵子了 那么而且也有消息指 香港特区政府将会在今天之内举行记者会 去公布有关通关的最新安排 其中预计就会包括重开罗沪口岸 以及是取消通关的核酸要求等等 这样的一些大众非常关注的内容 那么提到罗沪口岸重开 相信大众也是期盼已久 因为在疫情之前 罗沪口岸就已经是香港和内地之间 客流量最大的陆路口岸 这个口岸的设施是足以应对 每日40万的出入境人次的 而除此之外 罗沪口岸已经是可以直接的接驳到香港地铁的东铁线 而目前东铁线已经开通了过海段 所以内地旅客乘搭线路是可以直达更多的香港市区站点 是非常方便的 而对于香港旅客来说 罗沪口岸周边商业繁荣 所以一向也是不少港人到深圳购物出行的首选 而除此之外 除了罗沪口岸 其实消息也说可能黄港口岸也会重开 那么黄港口岸自2019年开始重建工程之后 目前这个工程是尚未完全结束的 所以据了解 如果黄港口岸也重开的话 应该是会使用2020年竣工的临时旅检大楼 而大楼的设计通关能力 是每日旅客三万人次 客车是三千驾次 那么有关通关的后续消息 我们也会继续为大家关注 现在先把时间交还给任任和成子 谢谢 谢谢 谢谢